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只 对于吃鸡里某些技术比较差的玩家来说 与敌方玩家对枪是件非常烦恼又害怕的事情 明明子弹都打装敌人了 可有时候和敌人对枪就是打不过 而伤害高的武器自己又用不习惯 强行使用只会人体瞄边 其实在吃鸡里高伤害的武器 只能让玩家在对枪的时候有些许优势 并不是说有了魅控有了狗杂就直接无敌了 真正决定对枪胜负的关键 还是要靠玩家操作细节 哪些是细节 比如说预秒锁头 先手开镜 有没有保持能量条 有没有计算护甲值 有没有空弹 这些都是和单个或者多个敌人对枪最关键的细节 当然这些都是要建立在自身的枪法上 如果同能水平的玩家对枪 枪法那都是基础 在基础之上 玩的就是细节 玩的就是心理战术和地形优势 吃鸡里影响对枪胜负的另一个细节是患难时机 不管是萌新还是老玩家 通常都会有患难癌的坏习惯 而且经常在对枪的时候发作 导致自己成河 不少玩家在对枪的时候 看着武器里的子弹 只有十多发就会想要换弹 其实完全没必要 因为吃鸡里大部分武器 不管威力高低 都能保证一个弹甲秒人 不枪就更不用说了 40发子弹 如果运用得当 灭掉一个满编队 那都不在话下 所以弹甲里剩余子弹如果能打死对方 对枪的时候你还要去主动换弹 这相当于是给敌方玩家机会 如果被发现了只能挨打却不能反击 再好的装备最后也只能送快递 有时候生死就是一瞬间一眨眼的事 再一个对枪胜负的细节是育苗 想必大家在看大神直播的时候 通常都会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可以瞬间开进拉枪秒杀敌方玩家 不少玩家看过之后 都觉得这样的操作不可思议 好像开了锁头挂一样 其实这是育苗加快速开进的操作 大神通过脚步 枪升预判敌人出现的几个位置 把注意力集中 预先做出开进的动作 因此能在瞬间完成育苗射击 这个操作对枪优势很明显 有时候被敌方玩家偷袭 也能失血反杀 所以职业玩家最高的境界 就是育苗锁头加快速开进 实现极限反杀 其实以上说的这些 大部分玩家都懂 但就是关键的时候反应不够快 一个是快速分析战术 另一个是手术的配合 当然想要做的这些 靠的是不断的练习和付出 毕竟大神主播和职业玩家 都是从菜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喜欢吃鸡的朋友双击关注 每天为你分享更多吃鸡技巧和游戏资讯 谢谢大家